诶 怎么字都变形了 根据统计 防斑部病变常见于50岁以上的族群 不过眼科医师表示 随着3C产品重度使用的状况增加 平常上观察 防斑部病变有提早发生的趋势 医师门诊中就成熟至一位最年轻的患者 是22岁的年轻上班族 有800度近视 每天上班使用电脑至少8小时 回到家又继续使用3C产品 有一天突然发现看东西时 中间视野有明显的暗点 就一检查才发现是防斑部病变 长时间近距离使用3C产品 大量布录在荧幕的蓝光下 可能影响到视网膜 增加防斑部病变的风险 尤其是有高度近视的族群 更应注意防范 建议可以搭配使用抗蓝光眼镜 以减少对视网膜可能的刺激 常见的染色镜片颜色由浅黄到深黄 有不同程度的抗蓝光效果 不过颜色越深的 阻隔率算越高 但较容易影响夜晚视线 像是有夜间开车需求的人 就不适合配戴颜色过深的镜片 另外也提醒 并不是戴了抗蓝光眼镜 就可以不节制使用参吸的时间哦 最好没使用半小时就休息10分钟 选配蓝光眼镜应该到合格的眼镜行 购买时应该注意产品是否有镜片穿透率等检验证明 平常还可以配合做方格自我检测 遮住一只眼睛后看黑白方格 一只眼看完后再换另外一眼做检测 如果出现歪曲或视野中心有黑影 应该尽快就医配合检查